Hello 大家好 那在Office系列呢 Excel Word Powerpoint裡面呢 每個程式裡面都會有個什麼呢 檔案裡面都有個什麼 選項 這個選項的地方呢 如果你不熟悉 千萬不要亂改 改完對你沒有好處 來 我們再回到Excel來看 在Excel世界裡面 直的稱為藍 A B C D 橫的稱為列 1 2 3 4 來 我改給你看喔 在檔案的其他的選項 在公式標籤這裡 公式標籤這裡 這邊有個按鈕 你看吧 這你看得懂吧 預設以下是自動喔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手動喔 改成手動就腫了 每次你改完之後它都不算 你看 你要去點計算 還沒完 這裡有個什麼R1 C1 你看見嗎 用藍名列號的表示法 我把它打勾 打勾完按確定喔 這時候呢 事情就大條 我現在點在這一格 你看一下嗎 10的是1 2 3 4 橫的也是1 2 3 4 我點在這一格 它告訴我 R1 C2 什麼是R呢 R就是Row 就是列 C是藍 D2藍 它用這種方式呈現給你看 可是一般所有的Excel的教材 說網絡說明沒有人使用這種方式在跟你溝通 你知道在寫程式的時候寫 應該說在計算的時候你會很困擾 改完你會覺得後悔 你以為你Excel中毒了 你聽懂嗎 這裡別去亂改啦 那老師真的都不能學 不能動嗎 倒也不是啦 我想跟各位講一下 這裡叫做Excel預設值 我在公司的標籤 不管在哪裡點完一個 你一次只能試一個 試完以後請你回到畫面上去看看 它哪裡有變化 你就知道這個按鈕是什麼意思 你不可以這樣喔 一次看到的時候隨便勾 勾完以後呢 你自己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個勾回來 當你找不到的時候呢 你事情就大條 你以為是Excel中毒 其實設定被你亂改掉 這類東西不熟悉的請你都不要亂改 用預設值最好 用預設值最好 所以這邊有很多呢 這邊還有一般 這邊還有一般的地方 可以改喔 來各位看一般標籤 你看見嗎 我剛剛是點左邊的公式標 一般標籤 我這邊可以改變字形 字形勒 還可以改變字體勒 我改一下給你看 預設公式標幾份啊 來我改一下 點這裡喔 好我現在把它改成什麼 嗯特元體 然後大小多少 18 確定喔 他教你以色尾關閉再啟動 好我把以色尾關閉再啟動一次 全部關掉 來再把以色尾啟動起來 開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這看起來怪怪的 對這叫特元體 改完常常對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來所以我改兩個地方 現在指的地方123看起來多煩 在公式標籤把這個 R1 C1把它取消 確定 先不要確定了 在一般的地方再把它改回來吧 改成什麼 內文字形改成12就好了 這裡千萬別亂玩 要關閉才說 你看呢 你們看到這個ABC粗粗的 我關閉一下喔 再重新開一次 這會才會正常 這一般正常的狀態是這樣 所以這邊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喔 檔案的其他裡面的選項呢 這裡的預設值 你不認識它呢 千萬不要亂改 不是不能測試 一次只能改一個就好了 改完一個看看哪裡有變化 如果找不到變化 請你記得把它改回來 不然人家以後看到會覺得 我們的Excel是不是中毒了 為什麼這個檔案 這個Excel用起來怪怪的 因為預設值被你改掉了 給我了解喔 這裡千萬不要去亂動它喔 當然裡面後面我會用到部分 再跟各位來提